那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做到什么的 我们还可以做到呢 是根据所有的这个销售员 我们来核算 如果说这个企业是核算这些销售人员的这个业绩的 或者有些呢 可能是根据组来核算也可以的 或者核算到人 也就是我们来说一下 比如说我们这个公司时间只有三个销售人员 还有个no sales rep呢 它可能有两种情况 一种情况呢 就是说可能是一个特殊的收费 它跟这个销售人员没有特殊的关系 那还有一些呢 就是说但凡你看到这些什么 no sales rep 或者说我们刚才在这个损医表的class里头 看到这nclass file 实际上你都要点击进去 首先你要保证你在这个费用进去的时候 你有没有把这个class给分配好 没有分配的 它才会进到这个nclass file里头去 对吧 那如果说在这个里头你把它分配错误了 那其实呢 这个nclass file是在第一时间点 能帮你找到这个没有分配合理的地方 这个no sales rep也是这个意思 也就是说你这些所有都分配的呢 说明你已经做过一次判断了 对吧 那这个no sales rep呢 实际上它有两个角度 第一个呢它可能就是分配不下去的 第二个呢就是说是你可能在分配的过程中 你忘了对它进行分配 对吧 那这个sales rep呢 就是说因为有些公司哈 它的销售的这个绩效的管理哈 它不是去核算这些业务人员的利润 因为利润他可能说哎呀 利润情况是老板自己心里有数的 对吧 这个成本是多少 我不需要告诉你 因为我们如果说是从利润的角度 换句话说他们是所有的成本 这个业务人员都是知道的或者业务科主都是知道的 那企业呢还有一种考核方式呢 就是说哎呀这个成本是多少 这是老板的秘密哈 我们的采购和销售部门基本不挂钩的哈 啊有没有可能有的 那在这个情况下呢 这些业务人员哈 他最终的绩效管理呢 是通过他的销售额来拿提成的 对吧 那在这个情况下呢 那我们这张销售报表就很重要 比如说我们每个季度要对这些销售人员的销售业绩啊 进行评估 那我们这个销售报表就出来了 当然这个里头呢 就是我们还可以非常清晰的看一下哈 我们这三个销售人员 对吧 这个季度和上个季度的比较哈 我们一看看OK哈 这个第一个销售人员有成长 第二个销售人员没有什么成长 第三个也有成长 这个就看得非常非常的清楚 同时呢 就是说是这些销售人员 他达成的这些销售 在特定时间段达成的销售 这张报表本身 他都是可以拉出来 发给销售人员的啊 就说最后 比如说我要给你1%的提成哈 3300块钱 那是基于这些销售来达成的 当然了 基于这些销售来达成 他还有一个前提 还有一个前提 那公司可能是这样的 OK 你呢 三季度的销售哈 三季度的销售 是销售了这么多 但是呢 我们要根据你的回款进度 来对你的这个佣金进行这个支付 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这个quickbook呢 在这个customize里头呢 就是说我们就要拉出一个数据出来 就是我们要进行筛选 我们可以看一下说 这个数据哈 就是说是这些钱到底被派了没有 那我们现在这张报表拉出来以后 大家可以看出来哈 他这个钱呢 还没有派哈 那这个钱是已经派掉了 换句话说 我们只能就他这个派掉的这个钱 来对他进行提成 当然了 没有派的如果下个季度 他也同样支付了 我们可以把它放到下个季度 来进行滚动的支付 那这张报表呢 就是说是至少可以告诉企业哈 告诉老板 他有哪些销售 他还没有收到钱 他自己也这个哈 他拿到了佣金说 哎呀 我怎么这么点哈 原因很简单 你这客户是一个小赖皮 没付请了 对吧 那既然你是做销售的 特别是这种wholesale的哈 这些客户都是你的 怎么来说呢 就是说你是每天 换句话说 你跟他的联系是最紧密的哈 我们财务部门可以通过 statement的方式去推济 但是很可能呢 我们的销售人员 知道的情况更清楚 当然在这里头呢 就是所有客户哈 我们回过头来讲哈 都有付款条款的 那付款条款 它的前提呢 是因为我们 我们这个企业哈 我们的财务部门哈 我们要对他进行受信管理 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了解哈 这个企业内部 这样一个小小的一个受信管理 其实他非常重要 这是风险控制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那怎么来进行受信管理哈 其实也不是说特别特别的复杂哈 也就是说一般来说呢 我们在美国常规操作呢 我们让对方给我们提供一个 这个trade reference 其中大头呢 是他的银行信息和他的客户经理 还有账号哈 然后他呢签一个指 告诉我们说他授权 我们去调查他的银行信息 在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发邮件 给他的银行的客户经理 请这个客户经理 给他提供一份这个资讯证明哈 这个呢作为常规来讲银行都会配合的 然后呢他会还会提供你三到四个他的这个其他的客户 他的付款情况 那如果说他提供的这些东西哈 对方都非常配合 然后也告诉你说啊过去三年 我们跟这个客户已经做了三年生意了哈 我们的这个啊付款条款是三十天 我们最高的售薪额是十万美金哈 那他过去这个基本上到了十万美金 肯定是负的哈 三十天之类也基本上没有逾期 那这个呢应该是一个非常solid的一个customer哈 也就是说您的这个sales的reference 给他提供了很好的证明 那在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是我们也可以给他进行放账 那我们公司也同意给他十万美金哈 给他三十天的账期 也就是说他拿了货以后呢 三十天之内才要付钱 他有可能拿了我的货以后 第二天他就收到钱了对吧 那他自己账上他都多了十万美金的这个流动资金了对吧 那不管怎么说哈 这个npay的部分 我们不在这个计算业务员的佣金的时候 把它进行一个保留哈 通过这样一个数据的提取进行保留哈 对业务人员的成长也是非常重要的哈 也是对这个业务本身的健康成长也都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付钱和不付钱 这个是天大的事情哈 你的销售但是对方也不付钱 那你干什么 你又不是做charity对吧 这个呢就是说是从销售人员的角度 我们来对他进行绩效管理的一些基本保留 数据呢非常非常的详实 非常详实 你要调用什么样的数据都可以的哈 你可以调用这些销售呢 实际上是都可以调用他的啊 我们刚才看到的这里头呢 可能是sales价格哈 数量价格销售额对吧 然后常规报表里面呢 就是说我们这个关于这个他付了款还是没付款呢 我们通过这个customize呢进行补充的调动 因为这个补充的调动里头呢 其实还有很多信息哈 比如说他的这些PO号码啦 任何你想要调用的信息 基本上都在里头哈 他的销售的条款有terms对吧 然后呢就是说是他这个item里头有一些描述哈 然后他属于是哪一个class都可以的哈 这个rap就不用跳了 因为我们这个本身就是rap啊 我们需要在这个里头进行调动哈 我们可以调他自负派了对吧 然后呢还有他的这个open balance哈 我们都可以调动起来的open balance呢 其实他是相对性的哈 既然他派了没有派的话 他就open balance的哈 他如果说他派了的这open balance就没有的 所以说这一张报表从这个角度来讲 更清楚哈 他的open balance也就是说 他总共的销售呢是33000哈 他有balance有12000 换句话说我们最多呢 只能给他付1万21000块钱哈 是他这个佣金提取的这个基数哈 至少是这个季度的基数吧 到下个季度呢我们再继续的滚动往下看哈 啊这个呢是对销售人员的绩效管理的一些基本报表哈 那我们为什么会在这个里头讲呢 我们说这个些呢实际上啊 报税需要不需要呢 不需要的对吧 税务局他不关心你的 他关心的只是第一张报表 就是你的损益表的第一张报表 他其实他包括你报给会计师的这张报表 就说你只需要在这个地方进行提取 提取一张整个的公司的报表就可以了 那其他的报表呢 其实都是企业的内部管理上的报表 都是企业内部管理上的报表 那我们来看一下哈 还有些其他的什么方面 是我们从内部管理的角度 从绩效管理的角度 需要来看那些报表哈 我们刚才看到的是历史对比哈 项目科组合算哈 那还有一些产品销售的对比 和客户渠道的对比哈 其实我们也大体都讲过了 最后呢 还有这个业务员的销售额的明细的统计哈 我们大体讲过了 也就从绩效管理和内部风险控制的角度哈 我们基本上能cover的这个角度啊 基本都